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在星期三 三月十六日的日子 香港股市出現了一個大反彈 兩天內 三月十六、三月十七兩天 反彈了差不多3000點 從低位衝上來 很多股票超升三至六成 尤其是很健康的阿里巴巴也升得很誇張 由71個多升到1804 大家計算一下的幅度是很誇張的 我們看到之前一直有人說 印度神童阿南德曾經預言 3月16日會有大波動 窮人可以暴富 但是 這句說話就令到我很 不理解了 如果你本身沒有錢買股票 那麼你如何暴富呢 是不是 所以這句 可圈可點 但是 如果以這些玄學角度 我們當然不是專家了 但是我們會看到同一天 有很多不同的訊號出來了 我們在第一節的時候 就是說 3月16日 北京的央視 竟然 轉軚 播放烏克蘭 打得很好的成績 甚至乎將俄軍損失慘重的實況說出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 配合 3月16日的股票市場的大動作 再看看他們之前楊潔篪開會 可以說 可能是一個 中國國 中美 可能真的在這個時間 已經說好了 說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們分析 如果中共 是真的投向俄羅斯的懷抱 其實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 會全力對付中共 而那些資金也是害怕 中共 真的倒向俄羅斯 而徹底 跟美國脫歐 如果跟美國脫歐 那些外資基金 那些華爾街金融大鱷 他們在中國的股票 在這個中概股的投資 在香港股市的投資 是不是會化為灰準呢 是不是會泡湯呢 甚至乎沒有看得那麼負面 是不是到時有機會中共要跟 美國 實施 脫歐的時候 他就算還沒有那麼極端 把你的股票或你的資產清零 或者把你們充公 他也可能會實施外匯管制 既然同得美國翻臉 如果外匯管制 是不是所有人 那些資產全部被人鎖在香港 大陸 而中概股也沒有人要呢 這個 也是外資 那兩天沽貨沽得那麼狠的原因 我們現在看看 3月16日一日 大旗即日發生 其實 已經意識到 可能中共 跟美國的桌底談判 成功了 落實了 而外資 聞到朕除 不是 中國跟美國 好像不會反面 所以 我們認為 現在的情況有點不同 因為 政治每天都不同 每天都可能出現新的變數 而現在的共產黨 看看他那個 清明的政策 再看看他對烏克蘭的局勢 基本上我們也可以認為 他已經 放棄我爹 想跟美國做好朋友 這節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很多人說印度神童阿南德 他清楚地說了日子 原來這一天 那天 很多人 看得很淡 當然我們也看得很淡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根據政治解讀 中國一旦跟美國脫歐 如果中共真的倒向俄羅斯的話 會怎麼算呢 其實 就是有機會 使得很多 這些股票 大跌 因為 如果你買的話 基本上 日後出不了貨 因為如果 中國一旦跟美國鬧 要跟美國脫歐 首先 他的損失會很大 但是 習近平 沒有辦法讓你猜得到 他這兩年來在香港 在大陸做的事情 其實 也沒有理過經濟帳的 他消滅了教育培訓行業 蒸發了幾萬億市值 他叫停螞蟻上市 也使得阿里巴巴蒸發了過萬億的市值 然後 他打擊大陸的網上遊戲 令到 騰訊也大跌 只剩下三百多元 所以 我們當時是 覺得 他不出奇做這個動作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萬一如果 中共真的這樣做 所有東西 都會有機會清零 好了 結果恆子 在星期二 就大跌 星期一 二也大跌了 好了 但是星期三 即是16日 也是升得很厲害 因為高開 當日高開1,300多點 之後也試過縮水 縮到一半 很多人如果高追了就死火了 當時 這個中概股 其實是很誇張的 升得很厲害 拉得很厲害 也回吐得很厲害 曾經 升幅達到十幾二十個巴仙 但是中午前 縮水縮得了幾個巴仙 即是說高追的散戶有機會輸很多錢 好了 到了 星期三 就升了很多億是真的 到了星期四 又再大升 大家想想 這一兩天 其實反彈了3000點 當時 星期三就傳出 大陸舊市的消息 當然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組合權 首先要跟美國談判 然後 再跟 俄羅斯 開始切割 然後又向烏克蘭伸出橄欖枝 跟著烏克蘭的 中共駐烏克蘭的大使 又是出來大讚烏克蘭 大家好像 全部 合好 這件事 我們也覺得是一個突如其來 當你如果是 看這個事的時候 其實政治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 時刻看著這個政治 有時 看錯 一次半次就不要緊 但是政治大方向千萬不要看錯 如果當日 中共真的想不開 要跟美國反面的話 就會很嚴重 股市 可能一蝕如珠 但是現在 我們再看看 原來中共 好像要拋棄我爹 是不是 好了 我們 看看如果中共 拋棄我爹 其實在政治方面 他其實有好處 因為 因為 朱鎔基 等等這些黨內元老 已經出來說話 公開就向習近平說 你這樣做對於中國經濟有很大影響 經濟 是中共統治這個國家的命脈 因為這個經濟不斷增長 使得有部分人可以得到好處 人們會 憧憬 將來的 經濟會好 將來的生活會好 所以 很多人都會忍受 現在的痛苦 覺得不要緊啦 將來的痛苦會好 給了人一個希望的經濟增長 當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斷下降的時候 而他的目標不斷 抹下 人們就會覺得接下來的前景不好 前景不好就會覺得政府不好 一直以來 中共為什麼可以一直壯大 就因為他的經濟很好 人們會覺得現在的經濟很好 我們要忍一忍 我們不怕的 現在吃虧一點 以後會賺回來 這個也是使得中國不斷滾大的原因 但是這兩年習近平 其實真的是 徹底倒行逆施 我們看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當時中共的表態 是要全面支持俄羅斯 而中共的傳媒 所有的官媒 全部都陰面 而他們的微博 所有的社交媒體 都是不准支持烏克蘭 任何人發表支持烏克蘭 即時 就被人忘記了 我們有大陸的網友 想鋪一首歌 就是一個烏克蘭的女孩 唱一個反戰要和平 都出不了 都不可以出 好了 但是在3月16日 這個真的是重要日子 中共是180度轉軌 不單止報導俄羅斯怎樣損失慘重 還是高度讚揚烏克蘭人民的團結 那種堅毅 這個意思 即是說他已經開始轉軌了 而這個信息 其實 我們也是遲了解讀給大家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再看 因為 始終我們也要看很多東西 才能夠確實 現在中共 是真真正正想跟俄爹 切割了 因為 他看到 經濟損失實在太大了 我們早幾天也有分析過 如果 他真的要跟俄羅斯 當是 俄羅斯現在的外匯儲備 沒有了 你要跟他買石油 你給他歐元 但是他不會給你歐元 跟你買你的貨物 因為他會用盧布給你 那麼中國就等於養起俄羅斯 怎樣養 是不是 一來不能養 二來 全世界制裁俄羅斯 拜登已經打了開口牌 如果你中共敢支持俄羅斯 你一定會受到二級制裁 你的所有金融機構 你的經濟 你的股市 我們會全力打擊 所以 當時這句說話出來之後 外資就不斷拋貨 因為很害怕 很恐慌 當到16日 那天 外資就覺得 現在中共轉了態 當然他的消息一定比我們早 外資就反過來 買回所有貨物 這就是我解讀這兩天為甚麼大升的原因 反彈得那麼厲害的原因 所以當時其實我星期四想沽的 但是看 他們買貨這樣的買法 也不太對勞 所以 我還是沒有決定到要沽貨 不是去沽空的 當時我打算沽空貨就全部是虧本貨 到現在也沒有錢賺 也要虧錢 以前一早買下的虧本貨 但是 我們現在再看 整個局勢 相對就較為明朗 即是說 不可以看得太坦 不過 始終 如果有人出來 最重要的沈大師出來說 事情好了 沒事了 健底回升也有牛市了 大家 又要小心 我們政治的解讀就是 現在 中國暫時 跟俄羅斯 切割 亦想跟美國做好朋友 所以 股市穩定一點 這個是我們的最新解讀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